剛才有提到說 為了短暫片刻之歡 內暴循環 以欺你了風流之在 這種憋慘實在是一言難盡 難言就是難以比喻 所以應該要警惕 這裡有講一個清朝的季曉蘭 說故事裡面的一篇故事 這篇故事的名稱叫姬德之報 姬德之報 這是由紀曉蘭 這位清朝的名人他所寫出來的 他說在縣縣的衙門有一個補役 叫反掌 這個補役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警察 以前叫補快補役 他名字叫盤長 有一次盤長跟他的同事 要去追捕一名強盜 結果這個強盜就翻牆逃跑了 反掌就跟他同伴 把這個強盜的太太妻子 拘押到關府裡面做人子 這個在以前 是可以的 現在如果你沒有政績的話 你沒有開機票是不能押人的 就把這個強盜的妻子 就押到府裡面去做人子 看看那位強盜會不會來投案 為了他太太來投案 結果呢 反掌他的同伴 他的同事呢就趁反掌不在的時候 裸著那個女人的腰部呢 調戲 那個女人呢害怕被打 不敢反抗 也不敢吭聲 只有低頭哭泣 這個時候 這個強盜的妻子呢 衣服已經被解開了 衣袋已經被解開了 他的同事正要性侵的時候呢 在這個時候反掌出現 走到裡面來了 看到這個經理 馬上火叫說 誰家無你 誰能保自不招弱人手 他說誰沒有你 家裡沒有妻子女兒 誰能夠保證說 自己的妻子女兒 也 不會這樣落人家所中呢 落在人家所中呢 如敢如是 無際民觀 其信然住手 他說如果你不停止的話 你還敢這樣做的話 我就報告長官 他那個同事啊 就信信然就是 有一點心不甘情不厭的住手 當時發生這個事情的時間 這個是真人真事喔 他有記載 是雍正 四年 七月十七號 虛時 大概晚上七點到九點 你說英國報應呢 就這麼巧合 你也有些人 他還要再去看 也被扒光衣服 反绑双手 眼看盘场的女友也快被监污了 幸好另外一个强盗 赫字我指 一模一样 只是一个是警察 一个是补义 一个是强盗 另外一个强盗 还有点良心 有点正义 正义感 就赫字那个强盗说停止 不能做这种事情 幸好因为这个强盗的出现 反掌的女友就免一被监污 当时发生的时间是在指食 你看 刚才讲说 反掌救了那个强盗的妻子是 虚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 那九点到二十三点是什么 是害食 那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是指食 也就是反掌救了那个强盗的妻子的时间 三个小时以后 她的女友也被救了 他说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晚 因为反掌的女友被 差一点被性侵的时间是指食 她说发生在同一天晚上 中间只隔一个时辰就害死 就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怎么这么巧呢 第二天反掌 听到她女友遭受这个危险 所以 赶过来看 反掌 仰面是天 正正地 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什么意思呢 她一定说 因果报应怎么这么信事 我们《太圣感应》篇里面讲 所以我们看到反掌这个故事以后 我们就引用《太圣感应篇》绘篇里面讲的 他讲说小一吉凶大一后门 他说我们世间人来讲小四叫吉凶 大四叫后虎 无门没有定门 无定门也 要后要虎人心自招 你要摘后你要福报 人心自己去赶招的 自招自作自说也 后知福知本无一定之门 要摘后要福报没有一定的门 听招至以为报应 看你的起心动念 你心念善就感召善 你心念恶就感召恶 就是我们书经上讲的 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样 围在人心自招 只因此念头才动 所向好事是善 所向是坏事为恶 其间不过是起一恋行一事 以后日积夜里才有善人跟恶人的差别 而且多好多福 多起结以起恋之时也 都是你在起心动念那一刹那 所以印光大师说 后无门为人之招 善后知报如影随心 立人就是立己 这盘场这个故事就是充分说明了 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原来是他自己 他救了那个强盗的妻子 结果他救了他的女儿 这个叫立人即是立己 害人是你害己 如果今天患成反掌是性侵 那位强大的妻子 那我相信 这个经文里面讲的 内报循环以妻女了风流之灾 惨更难言 如果今天患成反掌 是性侵那个强大的妻子 那我相信反掌的女儿 也被性侵了 也被强暴了 所以叫做什么 害人是你害己 然后昨天 经文的时候 在读巳之前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是你做什么 被打穴 这就是说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